我感觉这应该是我做过 所有的土豆类的小吃里面最好吃的 大家好是爸妹 最近很多同学应该都陆续开学了 又到了可以吃校门口路边摊小吃的时节 这两天我就收到了一个粉丝朋友 给我发的一个路边摊的视频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用土豆丝煎成的饼 两边煎得焦焦脆脆的 再配上撒料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土豆 但是摊主说他的生意超级好 一天能卖掉200多份 这个土豆丝饼你们有吃过吗 不知道是属于哪里的小吃 我在杭州好像没见过卖这个的小摊 那就自己来做一下看看 准备了一只土豆 还有他们一夹子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口锅有点大 全都给他们洗干净去皮 你可以用一个切丝器把土豆切成丝 这个感觉不对啊 好像有点太细了 我观察路边摊 他们切的那个土豆丝都是支愣起来的 可能还得用手切 这么多土豆 这不得要了命啊 生活小妙招 如果土豆放平的话 可以在下面切上一小片 这样就能放平了 再把切下来的这一片垫在这个刀上 这样后面切的土豆片就不会粘刀了 先切片再切丝 土豆丝不需要再冲洗 保留表面剩出来的土豆淀粉 煎的时候会更加的酥脆 这个土豆丝也不需要加调料腌制 腌制了土豆就会出水 还是会变得那种软塌塌的 终于切好了 还挺快的 也就用了两个小时吧 搞定了土豆 再来准备一个灵魂撒料 要准备桃酥 还有花生和芝麻 都放进这个搅拌器里 再加一小撮小茴香 还有花椒 辣椒面可以多来一点 再来一小勺椒盐 感觉辣椒还可以再多来一点 最后加一点点盐拌匀 装进一个用着顺手的罐子里 就可以出摊了 先把锅烧热 保持中小火 加油把锅润一下 可别粘锅了 土豆丝下锅之前 可以再加一点点玉米淀粉 抓一抓 煎好应该会更酥 我观察到有些小摊 会在炸之前拌一点 这个香酥炸粉 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 还有一点香料 模仿小摊的样子 这个土豆丝要铺的厚厚的 一面先煎三分钟 不出意外的话 哇这个感觉铲不下去啊 翻不动怎么办 好像钱散了 晚餐又多这道菜 感觉还是锅庄太满了 限制了我的输出 这算锅的锅 家庭小灶还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四周留一点空间 这样方便操作 跟外面的小摊一样 要四四方方的 边缘和表面也来一点油 给它切成四个小块 中途换换位置 这样受热均匀 里面煎到定型 就可以准备给它翻过来 感觉还不错啊 这次 感觉到了吗 香味已经出来了 颜色也很好看 两边都见到金黄焦脆 就可以出锅了 再撒上灵魂撒料 这个香气一整个就能把你迷糊住 是不是看起来还挺像样的 觉得像样的话 就把像样打在弹幕上 它真的外酥内软 这样一块在路边摊要卖五块钱 一块钱的土豆滑绿转身 身价翻了五倍 感觉两块叠在一起吃 应该会更爽 你要一块的还是两块的 最后这个成品真的是意外的成功 你们猜它脆不脆 来尝一下 真的超级好吃 我这个是两块夹在一起的 它这个两面咬下去 就感觉有点像那个锅巴 就是已经煎得很焦很脆了 但是中间还是软的 这个两边的撒粉真的很好吃 味道也很足 然后因为土豆其实没有做过太多的调味 所以中间的这个土豆 还是保留着它原本的那个味道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感觉这应该是我做过 所有的土豆类的小吃里面最好吃的 难怪它火呢 这个土豆丝饼 如果你们那边买不到 然后你又想吃的话 真的一定要试试看 这个真的比炸薯条还简单 还不用费那么多油 那这期路边摊的土豆丝饼 希望大家喜欢 看着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